男方可能认为是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你 但女生这长达八年的状况应该是 我爱的是你爱我 你是真的爱他吗 图磊的这句话听着有点绕 但仔细想一下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男生这八年来一直对女生是真爱 而女生只会享受这种爱 却从没为对方付出过什么 所以长达八年的付出让男生感受到了绝望 因此图老师也明确地告知男生 你爱错了人 那么今天的这对情侣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结果又会是什么样呢 想要知道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咱们还得从头说起 据说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同学是吧 对 我初中同学高中毕业在一起 然后认识八年在一起三年多 认识八年 认识八年在一起 在一起有三年多 有三年多 那就是青梅竹马嘛 男生小辉23岁 女生小宇22岁 还在初中时期两人就是同学 从那时期小辉就对姑娘有好感 直到高中毕业后 小辉才向姑娘做出了表白 现如今两人从认识到恋爱总共 经历了八年之久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但最近这三年的恋爱 却出现了许多问题 而问题的起因和两人异地恋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们大学的话都不在一块 我在武汉 他在青海 我们这三年都是异地恋 然后他我觉得他特别的不信任我 异地恋最大的问题就是互相信任 而小辉之所以不信任女友也有他的原因 因为在两人恋爱初期 小辉就知道女友和男同学有很多来往 所以在两人恋爱后 小辉向女友提出了一个要求 希望他少和异性接触 但习惯于此的女友并未听从男友的建议 而是偷偷地参加了一位男同学的生日聚会 为了掩盖这件事 小语欺骗男友说是学校有事 要开会 让男友不要打电话只能发短信 可当男友把短信发过去时又收不到回信 没办法 只能打电话询问情况 可这一打 不要紧 另一个声音出现了 交集的小辉终于在凌晨12点打通了电话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接电话的竟然是一个男人 半夜凌晨一个男人用女友的手机接电话 并且还是在女友喝得不省人事的情况下 就这种事情换作是谁都会产生怀疑 但小语却还能阵阵有词 反倒责怪男友的不是 不胜酒量的女友喝得不省人事 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来的 至于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 之后男友也是相当气愤 为此两人还大吵一架 但由于小辉对这段感情的重视 也就没再过多的埋怨 而是把问题指向了自己 觉得可能是两人长时间不在一起的原因 忽略了女友的感受 所以小辉一不做二不休 不远万里从青海来到了武汉 想和女友见个面 以此来缓和一下两人的关系 可当小辉到了武汉后 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发生 到了武汉后 小辉竟被女友耍 用各种方式阻止两人见面 可是小辉却不愿放弃 经历了一波三折后 终于要和女友见面了 但就在这关键时刻 女友却赶她走 这让长途跋涉来到武汉的小辉新娘半截 她怎么都想不明白 女友为何要这样对自己 八年的感情 见个面难道都这么难吗 此刻 小雨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你没提前跟我说呀 我一点准备的时间都没有 不是你见她你要准备什么呀 我那时候忙着复习要考试呢 她来总得提前跟我说吧 见一面不就行了吗 在学校里 你干嘛把人知来知去呀 简单的见一面 却还要提前做准备 小雨到底是心怀不轨还是另有原因 答案或许只有她自己知道 不过男友小辉也察觉出了问题 感觉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不在乎自己 因为不仅仅是以上这两件事 让小辉心灰意冷 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证实小辉的想法 反正我就觉得她不喜欢我 要不然她也不会对我要称她自己是单身 她朋友圈里连一张我们的合照都没有 连我的一点都市码就都没有 咱俩谈个恋爱非得在朋友圈秀恩爱呀 非得闹了所有朋友都知道啊 那我朋友圈都有你的照片 我朋友都知道你的存在 你朋友都不知道我的存在 那关键是我没这习惯呀 我不爱在朋友圈发这些呀 从相识到相爱长达八年之久 正常情侣关系朋友圈早就塞满了两人的照片 而小雨却连一张两人的合照都没有 这哪里是习惯的问题 分明就是不想让身边的朋友知道自己恋爱了 可是小雨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她是这么回答的 为什么不发呢 她越这样我越不想发 她说不定哪天把我哄开心了 我就自己就发了 那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没发 那你不哄得我不开心 你会发吗 我朋友圈都有她 全发 那说明我哄得你开心呀 这种回答简直令人又气又笑 这么长时间的恋爱 难道男友就没有一次让你开心过吗 反之人家小灰做的就很好 不仅朋友圈里经常秀恩爱 就连身边的朋友也都知道两人的恋爱关系 相比之下 谁更重视这段感情显而易见 所以结合以上种种问题 小灰也觉得女友不爱自己 无奈只能提出了分手 而小雨也是畅快地答应了 但半年后 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正如主持人所说 小雨喝大了 突然间想起了前男友 一时冲动给男友打了电话 嚎啕大哭地向小灰忏悔 而小灰才是真正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的人 因此 两人就这样再一次走到一起 然而幸运的是 此时的小灰在青海那边的学业即将完成 终于有机会和女友在一起 不再受异地恋的折磨 于是 小灰便决定到武汉找工作 这样就可以和女友 切切实实地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可当小灰来到武汉后发现 女友早就离开了武汉去杭州发展 小灰得知情况后也没多想 立马辞掉这边的工作 到杭州投奔女友 本以为这次两人在一起会很幸福 但其实这才是小灰噩梦的开始 在一起后 小灰发现 女友的脾气是真暴躁 就因为和领导吃饭这件事差点把桌子掀了 原因就是小灰当着他面抽烟喝酒 而这种事情在酒桌上其实很常见 对于小灰来说 这一切只是工作上的应酬 并且当时领导也在 作为女友竟能这般不懂事 竟然和劝说他的女同事吵了起来 这种做法实在是让人不可理喻 但让人更气愤的是 女友对这件事没完没了 坚决让男友辞掉这份工作 怒骂男友的同事没一个好人 无奈的小灰很是无奈 只能如他所愿 可是辞掉工作后的小灰想再找一份工作非常难 没办法只能在家等待机遇 但人家女友却不愿意了 嫌弃小灰无能不中用 上来就是一顿讽刺 为了这段感情 小灰是没少付出 为了和女友在一起 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目的就是想和女友幸福的生活 而女友不但不领情还经常和他耍脾气蛮横不讲理 所以说当初小雨主动求复合就是一时喝多冲动而已 并不是真心实意 不然怎么可能这样对待自己的爱人呢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当你喝多了的时候 你们俩已经分开半年了 你给他打电话他会拒绝你 我没想过 要是他那天拒绝我 第二天我就跟一个正常人一样的上班下班呀 小雨的这番话足以证明 当时他就是喝多一时冲动而已 至于能不能复合对于小雨来说 根本不在乎 而这个痴情的小伙 却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大老远的跑来投奔女友 却遭到如此对待 所以这段感情谁是真爱 谁是假爱 一目了然 男方可能认为是 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你 但女生这长达八年的状况应该是 我爱的是你爱我 其实一直在你们的八年的生活过程当中 一直是他在做妥协 一直是他在做主动 而你一直是被爱的那一方 付出的相对过少的那一方 真的只要到有一天 这个男生走了 你才会发现 你是真的爱他吗 从初中开始 男生就喜欢上了这位女生 如今坚持了八年之久 却发现 原来自己爱的人并不爱我 这对于小灰来说实在是寒心 但这又能怎么样呢 谁让你碰上了这样的女人呢 唯小人与女子难洋溢 净则不逊 远则怨 对你好呢 你就没完北了 离你稍微远一点呢 你有埋怨 那到底应该怎么对你 女生说 那你是哄一哄我吗 你哄一哄我 我高兴了 没准我就在朋友圈我 发我们俩之间的关系 你觉得你说这句话很幽默吗 把自己所爱的人和爱情广而告知 告诉所有的人 不是一种享受吗 那你既然不愿意发 我只能在想 至少你对我是不满意 我不能说你一定有了外人 有了更好的想法 至少你是对我不满意的 要不然难道我拿不出手吗 我就这么羞于见人吗 我都不能出现在你朋友圈吗 若爱情深爱 若气情彻底 既然不爱 那么就赶紧离开 不要再害人害己 而对于男生来说 这么多年的付出 如今却得到这样的结果 确实有些不甘 但也未必是一种遗憾 因为你至少爱过自己喜欢的人 只不过是爱错的人而已 所以趁着现在还年轻 去找属于你的那个人吧 那么事已至此 屏幕前的你 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